本节目由斯特东方韵赞助播出 热烈欢迎王晶老师 王晶老师 我怎么老想叫你王晶老板呢 你愿意别人管你叫老师还是叫老板 都不愿意 所有人都叫我荆歌 荆歌 挺好想好 龙晶胡蒙 荆歌 都说荆歌这个说话值 我现在做一个测试 荆歌我问的问题可以答可以不答 我看看他开机了 还是像不像那么说 王家卫好还是贾张科好 王家卫好 那贾张科不好吗 在我的标准一般 不好在哪 我觉得技法不行 荆歌 真是荆的去考验 但是文道好像肯定就不同意了 对我还蛮喜欢贾张科的 这怎么说你看你们俩之间就分出来 我就觉得这个荆歌是香港电影老航尊了 但是伴随着他的评价是吧 全中国人民都知道 但是刚才咱们聊 他至少解答了我一个问题 我就发现他实际想任何事情脑子里有专业两个字 你比如说他看什么 他看权力游戏 荆歌你倒是真是帮我解答解答 好多人都问权力游戏第三集 为什么黑的 黑的都看 我都看不清呢 那个根本就是他们的一个打灯光的原则 他们是拍一个中世纪 虽然是虚构的 还是以一个中世纪欧洲的城堡 作为一个背景的一个剧 那种城堡哪有光源呢 晚上除了火把之外 所以如果你不拿火把 根本不应该有光源 可是星巴克还是专业上去了 但是你说你看他实际上 从这个细节你可以看出 这荆歌他对这个专业啊 看得极其重 他脑子里有惊现 但是行不行 那又怎么解释 过去很多年人家说的 你拍了一些低预算的片子 你那个时候是什么心情呢 基本上当时是 很长一段时间 我都告诉大家 是台湾 台湾呢当时是用一种 就是保护主义的方法 去连美国片 都只能够进去八个拷贝 只能够能放两百个拷贝的 只有台湾片跟香港片 香港呢他就设了一个机构 叫自由总会 所有香港电影人都要入会 好像一年给两块钱 实在是特务机关 他就拿了你所有的资料了 然后呢 所以就只有这两个地方 然后台湾片 它被黑社会 基本上盘踞 所以港片比它优秀太多 所以基本上 所有人都看港片 然后呢 台湾人就越给越多钱 然后呢 不管你 我收到最离谱的一个 就是order 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我的老板 我刚拍完一部戏 清淡节党 好了 然后我可以去放假了 我想 然后老板打电话 下星期就开一部过年党的 十二月之后 你不是说过有一部叫整股专家吗 我说是啊 谁演啊 他说我已经跟周星驰 刘斗华谈好了 那我说那我手上有十个字 整股专家 周星驰 刘斗华 什么都没有 你要我下星期开机 我不管 我都卖掉了 哇 当时就是这样 好像说您踩的最快的一部 是三个月 从拍摄到后期是吗 不是 特别快 不是 是五个星期 哦 从剧本 没有剧本 每天写 飞机仔 那我问问你 这个这个 还是我自己写 有点装什么的话题 你认为 你怎么看所谓 艺术家的良心 艺术家的气节 真的 你像我内地有的导演朋友 要是这种情况下 那就是巨腐石永不沾的 我不拍了 不是 问题是 我当时拍的不是艺术片 是纯娱乐片 如果我拍的是艺术片 我肯定不拍 纯娱乐片 无所谓 你敢 我来拍 你给钱 我就收了 过一个肥年 干嘛 不拍呢 然后我不拍 我惹麻烦 你看啊 我当年到香港 我学了广东话一个词 叫列宅 这个列宅 好像一般就是很厉害 其实在我理解 有一种很精明的含义在里头 那个时候 我这个列宅的画像 就是金哥 实在香港很多这种超大家觉得是经典的戏 实在都是大家在没有时间里面挤出来的 周润发演那个英雄本色 他同时在拍四部戏 然后他客串的 马哥是客串的 小马哥 是客串的 跟他 越拍越多而已 真的 是 最初就来本来是 剧本不是这样子的人了 不是 本来是郑浩南演的 所以叫马 就用了郑浩南的 对 然后呢 他就来 拍了两场之后 两三场之后 吴宇春就来这个角色 比其他角色都要好 要加戏 一直加 一直加 就剧本是后来一边拍一边讲 一边讲 然后呢 那个 那个 周润发有一天 在飞鹅山 跟狄龙有一场戏嘛 对 他迟到了 这狄龙就说 哎呀 发仔啊 你不能这样啊 你你你你你 这样 就是戏拍不好 哎呀 龙哥 我们捞嘛 捞算了 捞的那个 赢了个专心的那个 金像奖 哎 问道 你说这个捞 这个像他说的 这么样的拍戏 也能出好片 这怎么理解 这个是很奇怪 是有一个 美国很重要的一个电影 学生 已经去 是叫David Borgwell 纳卫·伯德维尔 他讲 他很喜欢香港电影 他写过一本书 专门谈香港电影 他在美国教书 一定要教香港电影 就因为他觉得香港电影 在黄金年代 做到了一个 世界上别的地方 没做到的东西 就是 他说香港电影的 美学是怎么样 所有东西 都要推到极端 都要过分 然后都要给你 最马上快速的 感官刺激 你不要去跟他 讲什么剧情 逻辑什么 但你根本看的时候 你会忘记那些事情 比如说你看 就算看权力游戏 很多人说 这个剧情不合理 但香港电影 在黄金年代的 那些好作品 是让你忘记 它的不合理 然后他说 这是怎么做到呢 他就分析 香港电影的工业 他说的东西很赶 很快 包括他特别介绍 那个现象 让美国人很吃惊的 让那些学生 就是我刚才讲 那个飞级仔 飞纸仔 就像电影 几十年这么干了 就现场 这边导演在拍 下面那个台词 还不知道讲什么 后面再赶快写 要递上去 等一下你来这一句 听上去跟姜文似的 姜文也这样吗 但是姜文的飞纸仔 跟这个正好相反 姜文是事先 恨不能组织 十个编剧 写十个本子出来 然后真到在拍的时候 有可能全部都否掉 前几天晚上 写一张纸给演员 那这种飞纸 那完全不一样 你说这种 现场发挥的导演 很多嘛 那侯孝贤也会 对不对 可是问题是 香港那个是 在那种密集的 工业状况 就像金哥刚刚讲 一天接几组戏 那种情况下去 砰砰砰砰砰 那么做出来 我试过一天两组 两部戏 然后我还在晚上 他们看到 我要写剧本 在现场打灯 写个剧本 他们说 是不是明天我们早上 不是 是另外朱元平 店主 我帮他写 其实我想好多 包括作家也是 有很多人是 他辛辛苦苦埋 埋头多少年写的东西 不如他随意 写出来的一个东西 对 有时候你随手而做 随意而做 反而是为什么呢 你打破了很多规矩 是那种 有一种轻松在里面 而且我想强调 这真的是香港特色 这香港人 对 我要请你解释 一个香港的另一个词 我觉得很有意思 叫什么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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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破产 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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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香港 扎 扎 你给解释解释 这一次就是说 所有事情 都是没办法 完全预计的 你要随机应变 都是生动的 你必须生动 都是流动的 什么事情 你要现场 感觉还进变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就叫扎扎 对 我觉得这个特别有意思的一件事 甚至跟这个东西方文化 有一定关系 当然今天我们一讲 美国好莱坞 咱们只有佩服 大工业 大专业 可是呢 以我所见呢 就是咱们这几十年 很多创造出来的东西 就包括我们这种聊天的这个形式 我仔细想想 都是当年 你看最早到了香港 香港是什么 就没有条件 我们所谓的没有条件 创造条件 也要上 你比如那个时候 就是说 这个公司里就跟你讲啊 说你不能天天请假兵 我们没有这个人力 天天请假兵 你必须固定的三个人 你不固定三个人 天天聊新闻 这在当时我们看起来 这不符合 这怎么做啊 谁是什么问题 他都是专家呢 但是为其如此啊 你最后逼到头大呀 你突然有一个顿雾 你觉得 那生活里三个老友 天天吃饭聊天 天天中午吃午餐都聊天 怎么也聊得很开心呢 于是你创造出来一种形式 后来我发现 我们这个航单也是 这个你说该怎么理解 一方面你要说不专业 对吧 没有条件 但是往往好像很多东西 是逼出来的 可是真的就是这样 我再举个例子啊 其实那时候不止香港 包括台湾部分行业 我们流行文化最发达的年代 写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 你比如说很有名 倪匡写科幻小说 一天是能写十万字的 然后你比如说古龙 对 他那个送的钱还没写完 十万次不可能 十万次不可能 他自己说吧 像古龙 喝的那样子 然后还在写 然后你说历史小说高杨 这是我的 很多我的前辈看到的亲身体验 高杨是怎么样 高杨爱打麻将 然后爱喝酒 然后编辑那时候 没有传真 没有电油 七十年代 是到他家 吹他搞 然后他在打牌 然后打牌还轮不到 他在看 人家在想时候 他就写 然后他碰一个出去 然后跟着再写 就这么一碗牌桌上面 就把明天的连载给交出去 那你想看是什么状态 我记得我在写东西那么多年 到现在很多人都会问 你灵感怎么办 说这个我们写作怎么讲灵感 我就跟他讲说 你如果是职业的 你还讲灵感就完蛋了 就你职业的人是没有资格讲灵感的 那个有一个刚刚在香港去世的 那个就是那个德国摄影师 那个Michael Wolf 他就曾经拍过一整个 就是那个香港系列 叫做Informal Solution 就叫非正式解决方案 就他就一个德国人的眼光 看到这个就是香港人有个特点 就是你出了任何问题 他可以有一个临时解决 他就拍到很多 比如说那个水管子坏了 他不是来修整个水管的 不是整个 给你接一个塑料袋在上面 任何这个方式 后来我在印度看到 也是这样 他们叫那个Jugard 就是你看他的交通很混乱吧 没关系 每个人看到问题 他自己会找到一个方案去解决 结果你觉得他没有 就好像很不系统啊 可是为什么在今天全世界 那么多跨国企业的CEO是印度人 他说有一个最重要 他们就是能够解决危机 出了什么问题 其实那个翻译就应该叫做 你知道我现在甚至就这个 金哥这方面的 是扎桑的高手是吧 我觉得你就可以回答 我其实有个困惑 我觉得你像我们呢 都是过去年代来的人 比如说啊 我有一个偏见 但是是我的一个 可能很不准确的感觉 你们可以批评啊 为什么我觉得当年没钱的时候 我做的一些事还挺棒的 发挥也好 后来呢条件越来越好 美国兵的装备 包括有些演员 有些导演 比当年的条件好多了 但是你就不行 可是呢 就是就是你那就不对了 你怎么还不如原来了 但是呢 作为一种产业来说 你说西方的这种 这种专业化呀 这种好像他能够很稳定的 保持一个厉害 我们的这种呢 经常有传奇 就比如说什么大化西游啊 他变成传奇 但是传奇又有点像什么呢 最近不都是在聊什么搏击 你看西方的这种搏击 拳击和这种所谓传统武术 你看这个里面也是 就是说我不否认啊 传统武术啊 这个灵感一开啊 有的时候体重小的人 是吧 可能戳你眼睛 踢你当 就把你给放倒了 他确实可能有这样的传说 但是呢 作为一种统计性的现象 绝对的重量 绝对的力量 你不够他打 你说这是不是现在 我们的这个电影方面 你能理解我现在的这种困惑吗 我明白 我早就明白了 这为什么呢 状态 什么意思 当年你没有什么好的配备 为什么你拍出来那么好的东西 你有状态 两个星期的都能拍出好东西 你是最佳状态 就是一个运动员 你是top form 你就回去睡一张大人的床 吃块面包就回来了 一天睡三个小时 一样能做到很好的东西 到后来你很多钱 你住大别墅了 做班次了 然后你 费用也很高了 然后给你特别多的东西配合 你状态下去了 那为什么呢 导演跟运动员是一样的 没有状态了 状态会有 任何运动员都会走入一个低潮状态的 导演也一样 那好莱坞的或者权力游戏的那个状态呢 他每一集都不同导演 每一集是每一集不同导演 那Eats O'德人家90了吧 谁 Eats O'德 Eats O'德 刚拍了一个片 他自己又演又导 对啊 你觉得好吗 他有状态啊 我觉得最近那部 我觉得挺好 最近15年没有一部好的 除了那个Billion Dollar Baby之外 我没看到一部能看的 哪不好 你觉得他状态没了吗 整个节奏都不对 你作为商业片 你整个节奏都不对 他又不是艺术片 好奇怪 就是尊重他 那么老才拍 只能够这样说 我真看不下 我想接着问 那假如你是一个导演 也会有这种状态的 好跟不好 有这种起伏 那如果一个导演不好的状态 这个状态能维持多久 比如说他 可能很久的 可能三到五年的 那一个人怎么样 想办法维持自己的状态 有方法吗 这个事情 要有 足够的休息 我觉得第一是足够的休息 比方说 我以前 我可以一年拍七部戏 到追龙 我追龙就拍了两年 用时间来 来 疗伤 就可能年轻的时候 那时候拍的太 那种状态 太难 我是 因为当时是用胶卷的 一开机 旁边就会 有一点声音 不收音 我试过感觉到 天天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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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拍夜拍 有一次 我突然 开机 我想吐 真的想吐 拍吐了 这真实 拍吐了 那年我导演了七部 兼职了三部 日夜 日夜 都市大片 可能一部 一天分三组的 我三组出去看一看 就让 你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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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一个夜班 六点到十二点 在邵氏拍周星辞 然后十二点 我就开车去加和 拍成龙 拍到天亮 我天哪 那你是为了什么呢 没办法 两步都赶得上 是为了挣钱 不是 你接了两步都 然后他的党期 互相改变了 就变成有碰撞了 你死好拍啊 你看这个 跟这个内地的导演的想法 真是很不一样 你看我特别理解 我老是印象特深刻 我有一次看 张艺谋的一个采访 我觉得我特别能理解 那种感受 就是啊 你一个文人写文章 写不好了 就重写了 对吧 他说啊 他说其实很多电影啊 拍到一半的时候 我就知道完蛋了 这个电影必败无疑 他说但是你知道吗 你是灵魂啊 你必须撑着 给大家信心 把一个明知道失败的事情 给他干完 哎呦 我觉得这导演这个 是会有这种的 长城我 我看他拍了三分之一 知道死定了 是吗 怎么就你能看出来呢 你这个内涵 怎么就能看三分之一 因为我看戏看到三分之一 就我都不知道他后面怎么收拾了 你觉得他自己那时候也知道 肯定知道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 真的比起来 写东西容易太多了 你想想看 像最近权力的游戏 前阵子权力的游戏播的时候 大家都说这一季烂尾了 很多影迷市民这么讲 然后就说他应该要再拍 不是有一个请愿网站吗 排提升刀 已经有超过 那是当时有超过130万人 在全球联署 说要求HBO重拍这一季 那么然后我就想到 这个以前福尔摩斯的作者 柯南道尔 他在写小说的时候 写到后来 他本来不想再写了 写兔了他也是 就把福尔摩斯写死掉了 然后所有的书迷大骂 然后说不行 福尔摩斯怎么能死 只好他又再出来再写 他又活过来了 但你看写书多容易 写书你觉得这个决策写死了 好那我下一本 赶快把它又写活了 金庸也试过两次 是吗 第一次就是那个神雕侠女 小龙女 16年后在此重会 他就是骗杨过的 他跳下去就死了 所有人都说不行 然后他才 他实在说不通的 他把它说到 这个毒之中到没法了 没法之了 后来他就随 就是就是 蒙混过关 根本就让小龙女 又活了过来 另外一次 就是天龙霸布 乔峰打死阿猪 又全世界反对 可是他这一次 他再不肯了 他就继续写下去 就是这样 所以但是电影 或者电视剧 你怎么可能 这是一个多么 耗资巨大的东西 但这里面就说到一个问题 就你刚才讲 力气大 是不是越厉害 就我觉得现在有个问题 就香港电影 我们或许过去这种 这种东西 我觉得是不是也已经 走到了一个极限了 根本不可能再持续了 是 是持续不下去的 是 因为你想想看 我们看美国这几年 好莱坞 他们拍电视 拍电影 那么强大 我觉得很重要的原因 因为他非常专业 他所有 因为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美国电影是能融资的 就比如说 实在也不是 你说他专业 实在要不专业 也非常不专业 实在 李连杰告诉我 他去拍那个 《空天炮》第四集 他的第一部戏片 根本也一样 天天飞驰 也这样子吗 Mell Gibson说了算 大腕 大腕 大腕说了算 因为钱是 Mell Gibson拿回 找回来的 他是老板 那就不一样了 但是问题是 香港做什么弥漫世界 但我觉得有一点 真的是有分别 就我看到 内地电影也好 或者香港电影也好 比如说你有可能 说我拍部戏 我去融资吗 去找银行贷款吗 很难 但是在美国 他们可以这么做 可以这么做的理由 是因为你要贷款 你要有标准 我要能看你这个电影 最后票房是多少 但我怎么去预估这个呢 这个预估是要科学的计算出来 比如说你有几个演员 不是 他有个Bond 他每一部戏都有个Bond 对 有债券 不是 那个Bond是整个保险公司 你要给他费用 他去保证你能拍完 你说这个 我认识一些电影公司老板 我发现真有神的 我估计金哥是不是 你也有这个本事 就一部电影上映啊 他给我们吃饭的时候说一个 说这个8亿 最后可能就是7亿多或者8亿多 就能说的特别准 他没有什么大数据啊 他就是这个一种 直觉 第一他看过那个戏 第二看对手 你现在看一部片子 你能算 我以前在香港 基本上 不会距离超过15% 现在不敢说那么准 因为片房背后很多东西 很多活动我不知道的 什么活动 各种活动 刷票房啊 各种活动啊 你说像你刚才讲这个权力游戏这个 什么烂尾啊什么的 我又有一个偏见啊 就是我看有的东西啊 对我来说就是超越了一般的影评了 你说它好 说它坏 没有用 你知道就有一个啊 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专业化制作有关系 比如说咱们讲这个画 我们知道 你像中国这个北宋的这个画 和明清的那个写意啊 完全不一样 对 北宋的话叫什么呢 巨细无疑 就比如说咱们说那个清明上河图 他从大的这个故事情节景观上讲 是是是好的 是牛的 但是最小的据说 就是比如说你看一个酒馆 两个人划拳 对 他连这个指头都没错 这就是说 他连每一个细节都做到可丁可卯 都做到特别好的时候 你比如我看权力游戏 说实在的 有些时候情节 我都不求甚解 你知道吗 就是看着这些 哎呀这么好的盔甲 这样好的演员 这样好的这个这个这个镜头的剪辑 一切的这种 你就愿意看 他多演半小时 你也可以多看半小时 他好像就超越了我们一般说的 这个故事是不是烂尾了 所以我就说 像您刚才讲的这个香港电影 当年的很多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这个这个 可能就会 对 所以就说是不是碰到极限 对吧 有没有这个道理 我就说你觉得香港电影 当年那么拍下来 靠着这个灵感 靠着状态 香港电影的崩溃 根本不是因为素质 是因为台湾崩溃 最大的买家崩溃 他一直就这么认为 是个市场的问题 那您刚才说了 不然香港电影 为什么能在大陆重生 我们这一辈 像最强的导演 在大陆每一个都能重生 差不多 重生是重生 但是好像现在能创造 几十亿票房的那种 还是内地导演居多 那是一种 我觉得一种情绪 也是一种情绪 那种情绪是我们不具备的 他有一种同情共感的 就你能不能拍到那个东西 就是一种共振 也一种情绪共振 那你比如说 刚才你讲了 说这个王家卫比贾正科好 那么王家卫 你不是经常也把他当笑话讲吗 因为他还熟 我跟他好朋友 根本是无所谓的 对 但是实际上就是他拍片的路子 你这个当商人来理解电影的人 你能接受吗 有几部我很喜欢 比如说 比如说重庆森林 他第一部的望角墙 卡门 那个叫什么 那个当曼月梁朝 花样年华 不是 花样年华 花样年华 我很喜欢 一代宗室我也很喜欢 有的当然不喜欢了 有的他自己都知道了 但是那个老亏钱呢 或者说拖着这个几年开不成呢 他后来都是亏自己的钱 那你理人家什么呢 他人家自己找钱来亏嘛 那是人家的选择嘛 有一点呢 这个京哥这个很有意思 他同时也是个投资的 你比如说 他自己拍电影 就讲要赚钱 对吗 但是呢 他投这个许安华的 先是为日与夜 先是日与夜 日与夜好像是打平了 是吧 日与夜差不多打平 对 但是夜与物是不是亏了 亏了 那你为什么有投资 给这样的电影 尊重专业 我就是 那我是商业片的专业 所以我一定要把商业片 拍到几次 可是我要支持拍艺术片的人 把艺术片拍到几次 那你就不是一个 专业的投资人了 是 投资人来说 我并不专业 那就是有情怀 有时候有 有时候有 当时是怎么想要 投这种电影 没有啊 当时就是没有人投 我就来投吧 安是那个那么好的导演 怎么 不应该没有人投啊 那我反正能 投得起 就投呗 而且天水为是一种典型的香港人的情绪 对 而且不是很贵 太贵我就没办法了 他现在拍的其实都很贵了 对 没错 我还记得他那个英文名字翻译的特别好 叫做The way way are 是不是天水为嘛 那个很香港 马上一种那个感觉出来 香港人那种共振 马上就看起来 共振就会出现 对 我就看这个京哥 他这个挺有意思 就是说呢 你看 就是咱们节目的 曾经有一位嘉宾 又一次聊起你啊 就讲说都说这个王精那个拍烂片 对吧 但是你知不知道他是香港电影一段很长时间的这个困难时期啊 他养活了很多人 甚至他就说就说他如果没有所谓王精的烂片 也就养不出王家卫这样的片子 说他是一个底 但是后来我看你自己在某种场合 你也说到一个底的概念 但是他说的底的概念反而是说他投这个艺术片 他说这个电影需要有个底 就实际上你觉得反倒是这些文艺片有某种电影的基础的这种作用 我觉得每个人的解释都不一样 每个人自己对这种状况的解释都不一样 不过香港导演是很团结的 香港导演就是一站在一起的时候呢 都是互相提起互相尊重的 就是就是本身有什么可能有什么私人恩怨都不会放放拿出来的 都会收在一边的 这个是挺 我觉得作为一个香港导演我挺骄傲的 那你现在不是老住在北京吗 都有 都有 香港北京都有 我觉得您这个最有资格讲讲了 就是我一直觉得香港导演他合拍片呢 或者现在很多都在内地发展的时候 他觉得有什么拧巴吗 就是 我知道我知道你有什么意思 实在 谁都会有这一段 当你过去了那一段就没有拧巴了 就是最主要就是 你还没投入那个生活当中 我现在我完全可以当作自己是一个北京人一样的过日子 我不回去都行 我有我的朋友 我有我的圈子 我有我的家 我有我的车 我有我的司机 我的公司 什么都有 基本上我是可以就是不回香港的 就是而且 以前我的普通话偏台湾音 现在基本上都没了 你看 但是在电影创作上 刚才他讲到有个同情 你跟一个地区的人 你同情共感的问题 那比如说喜剧呢 喜剧 我觉得 内地人的笑点和香港人的笑点 是不是不太一样 你不觉得我这五六年很少拍喜剧吗 所以在这个商人的思维 必时继续 是不是更难要掌握这个笑点 难一点 没那么容易 因为大家用同一种共振 长大的 终归是好一点的 有一个科学研究 就是说人为什么会笑里面 最重要的一个就是说 人是跟熟人在一起 笑的几率比自己一个人 或者跟不认识人要大几十倍 你看我这两年都在拍 我追龙一追龙二 下面追龙三这样 一直追下去 都不拍喜剧的原因 比较难了 你找不到这个打通的共振 不是 有 可是怎么都没有别人好 没有 就是没办法 好像麻花啊 他们这样做到那种情况 做不到的 按说你是研究喜剧 也等于研究了半辈子了 是 是吧 那你比如说香港代表的 就是星爷的这种 所谓这个无厘头 但是星爷的新喜剧之王 你愿意评价吗 我挺喜欢的 怎么说 我觉得他搞得不错 这个写 比之前两部写多好 可是就是不吃啊 不吃就不吃了 你觉得他有没有这个共振问题 以我评分 比服药片 都好 但他有没有这个 比如像周星驰的电影 我觉得这个现象蛮特别 就那个时候 他是为香港人拍的 但是后来被配音之后 反而在内地 是 他从来不会为香港人拍 就一开始吧 也是呢 他为钱拍而已 跟你一样 但我的意思是说 那个笑点的掌握 他对什么叫好笑 那个东西的掌握 他也是用香港人身份来理解 是 那为什么内地的观众看了 也都觉得好笑呢 而且我觉得最奇怪 因为以前那种喜剧 基本上大部分都是动作 你看他的以前老人那批 我跟他合作的那些呢 有一些口语还是挺受欢迎的 他自己的多半吃的都是动作 而不是口语 你可以想想 比方说 抱叔婆 你记得他有什么对白吗 你不记得 你记得他拿 那个扇子 鞋来打人 对 你记得他 那个思考空 你记得这些动作 动作的东西 你不记得他任何对白 这靠表演 靠表演 你觉得他是 这个最好的喜剧演员 是 他从来都是 但是这一套 我估计后面三十年都很难有人追到他 是吗 沈腾呢 是另外一种 另外一种演员跟他不一样 大家节奏都完全不同 你比如说 您也是作为香港人 你看现在内地最火的喜剧 你笑吗 笑 你觉得你的反应跟影院里的北京观众是一样的吗 同频的吗 未必 可是我笑 他不是觉得对立的 他有些东西 我看跑了物片 我都笑了 对不对 对不对 对 可是有时候 你在美国的喜悦里面笑 宁愿看 有的人 啊 狂笑 你都不知道他笑什么 但是为什么现在有些影评会讲 就是说当年星爷的那个是老梗 那些老梗现在再使出来 今天的观众变了什么的 影评界是从来是最没有就是规格的 任何人都是影评人 是不是 你不需要上一个课 或者拿到一个学位才是影评人 所以你为什么举一个这样的例子的没有意义的 任何人都可以是影评人 有什么参考价值呢 我 他说这个还真有意思 我因为种种原因啊 我前两天才在那个收费电视上 看了这个新喜剧之王 因为之前都是说很多恶评嘛 但是我看了的感觉 我觉得真是跟金哥有点像 甚至我原来认为 他是很随便瞎拍的一个 但是我觉得挺认真的 他可能转角有一点错误 王宝强的角色是有点放错了 如果调一调会好很多 而且我也注意到一个 就是他有他特有的表演风格的问题 很难代替 你找他的这个 他设计的很多东西啊 就是他说的 他的那种表演风格 生发出来的东西 但是要换了一个人呢 好像 做不到 是 因为呢 他当导演的时候呢 他真的会演一次给你看的 他就要你演成他那样 一模一样 可是呢 谁演得到呢 可是呢 就每个人都演不到 然后他就很生气 后来苏奇他们的故意 你演一次给我看 实在是想看他演 好笑 就这样 那他为什么不干脆自己演了呢 他就 一个人到了某一个年龄 面对不了自己 就这样 我都演不了 不要说他了 现在 是吗 要体面了 不是 就是到了一个年龄 你就做不了 以前年轻人做的那些事情 能理解 能理解 就是现在我 我也不太想拍喜剧片的原因 我宁愿 不好笑了吗 不是 你想的事多了 是不是 不是 我觉得我 我混了那么久了 我年龄到了这份上了 我还要做那些 不要做那些了吧 那你觉得喜剧是一个 比较初级的东西吗 所以要 不是 问题是你去演啊 你去搞 让年轻人去演了嘛 你老人家还去演 那乌迪安伦不是自己 还在演吗 那个乌迪安伦自己也在演 他也很搞笑 我觉得他好可怜 这个 他这个里边啊 其实都有个人生观的一个问题 你看 我身边我们熟悉的 更多的是说 导演 我要拍我心中的东西 我要讲 我要讲的话 对吧 就是我爱拍什么 但是我觉得好像 你在这个问题上 没有困惑 就是 因为 我把它当作我的career 职业 not my happy 不是我的嗜好 那你做的苦吗 不苦 做的开心吗 开心 那为什么呢 一些不具备条件的 需要 有成就感啊 你很快做完很多事情 是不是有成就感 对啊 你有成就感嘛 就是那种嘛 你专业嘛 专业就把它做好 就行了嘛 你做好 你就觉得开心了嘛 那你说比如说这个 像这个研究这个喜剧啊 你觉得有什么规律吗 能把人逗笑了 实在在 在我入行 七十年代 我们看 都是看美国的那种 就是 几句书 就是刚才他长期 Woodie Allen Woodie Allen 当时写的都还挺 挺靠谱的 现在老了 就乱七八糟了 当时写的书 很多都很好的 然后你都会参考的 然后我们还看 弗洛伊德 还有几本书 是说人会怎么会笑的 因为呢 你看 现在你像我们电视界的 有的那个总监 就说那样的话啊 就是说 我估计现在这个 都是不是有点下去了 但是至少在 最近这么几年内啊 就是说 能把人逗乐的事情 到达了他现在 红利最高的一个时代 对 你看我们周围吧 不管是 你只要真能把人逗笑 真的逗笑了 哎 真是名利双收 绝对发达 就是好像就是 我们从来没有 任何一个时候 就是这么样的需要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笑 应该说 你要是从商业利益上来讲 能把人逗笑 现在在中国 那是一等一的本事啊 也 中国也未必 中国道德观念 还是太 比较比较强 然后 我觉得 他们还是会维护证据 多一些 不然你过到刚刚 为什么长期都会压在 那个水平给人家 他逗乐 逗得最多了吧 但是这个喜剧片票房这么好 他演的不行啊 就只有 现在就只有沈腾比较好啊 然后沈腾都开始不想演了 你看他演《非词人生》 你就知道他不想 不想逗大家笑了 他想演爸爸 他想死 他想演这些 为什么是演喜剧很累吗 就是你要逗别人笑 比任何戏都累十倍 怎么说呢 演喜剧是比演任何戏都累十倍的火 他累在哪呢 累在你要说服自己这样做 对 他喜剧问题 他往往有一个 咱们研究这个笑的规律嘛 说这个有反常性 有反常性 而且呢 还有一点 他刚才讲弗洛伊德啊 我就记得你知道弗洛伊德里边有一个理论嘛 就是人的不同发展阶段 比如说像孩子 就常常是 比如说 就说是 怎么说呢 生殖系 就从排泄系统期的快感 到口唇期的快感 一直到最后成年人的那种快感 然后呢 你看你同时你又发现没有 我们很多时候批评有些喜剧片呢 比较低俗 就说充满了屎尿屁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有意思 就是说 一方面来说呢 就是你发现没有 我逗小孩玩 后来我发现 挺好玩 就是小孩子啊 你只要跟他说屎尿屁 他就会笑 很开心 放个大屁 小孩就笑 所以这可能也是人们瞧不起的一个原因 就是说你离这个本能 生理本能太接近 但是从另一个方面来讲 这也是就说明这是很大一块笑料 就是距离人的那种原始本能 比较接近 笑就是推翻规范嘛 对啊 推翻规范就好笑 推翻禁忌 对 所以我觉得在中国比较难的地方就在于 因为 因为笑这个东西 刚刚我们讲不同的文化底下 你觉得什么叫好笑 有时是不一样的 那么在有些东西 你比如说在国外讲 你可以会 大家会觉得很好笑 但这个明显在中国就很不好笑 你这么讲的话 大家会觉得很愤怒 其实我有一个特别深的体验就是 其实我人生第一个理想想当个相声演员 太不像了 你没有想到 我小时候我记得我第一个储钱贯买了以后 我砸了买了三块六毛五一本 就是上海独角戏全集嘛 我上面所有东西什么三十楼家房 我全能背出来 但后来为什么没有做这个 我就发现女的太难了 就是你刚刚讲到禁忌 就是一个女的你要在舞台上打破这个禁忌 你的形象就大家社会是很难接受的 一个女的怎么可以这样 女人在笑这件事情上只能做一个被动者 你听到陪着笑笑可以 你去说个笑话很多时候打不破 所以到今天为止 我觉得中国没有好的女学院有 但很少 我觉得国外也很少 差不多都是一些放弃 作为一个女人的优势的人 跟女政治家一样 比方贾玲 他常常都放弃自己作为一个女性的优势了 就比如说 本来你应该要漂漂亮亮的 或怎么样的算了吧 真的是 对 而且我还想问一般演戏 比如说我们以前会觉得说 一个演员在塑造角色 他要掌握这个什么角色的心理 要尽量把他演活了 但是现在回想起来 很多喜剧里面的那个演员 恰恰不是一般的活人 他不是正常的活人 是不是这点也是一个最很难的地方 我举个例子 当年吴俊儒特别火 对 演喜剧 然后突然间 他所有喜剧他都不接 然后他就马上不火了 也赚不到钱 我有一次 然后就减肥 减到特别瘦 然后大家都瘦了不好笑了 就那样 然后我就去问他 你干嘛呢 你这样 你就是把钱推出门 他就哭了 然后他告诉我 人家告诉我 我美了 我开心 哦 这真有意思 好惨 他很坚持 然后 然后 是变成了一个挺不错的形象 后来 可是就像以前一个女校这样的 那个就已经没有了 所以这有那种理论 不然喜剧 就是自毁给别人看 做女人难 做搞笑的女人最难 但是文道 你分析过没有 人为什么看到别人惨 对 就会好笑呢 这里边有什么动物本能没有 没有 这个很多心理学家都有讲过 或者很多学生都讲过 第一就可能是因为 你看到别人那种惨 他是代替你 那有两种 有时候我们是看一个电影会哭 因为你觉得那个人在代替你去死 但是另一些时候呢 你觉得那个人代替你惨 但他不至于到那种 这完全是看戏剧的描写 扑写 怎么样让他觉得 你觉得这个人 因为喜剧有个好玩的地方 你知道那个人不是真死 你知道那个 我们在一个假定的状态 在那种假定状态下 发生再悲惨的事情 都可以很可笑 实在呢 欺凌也能带来快乐 对啊 所以学校啊什么 都很多欺凌的 对啊 欺负别人 你看电影 有一个人 有一个人掉到坑里面了 大家就狂笑 如果你本身 你这个人性 不愿意去欺凌别人 可是这种 看到人家掉到坑里 你满足了那种欺凌的 满足感心理 可是你又不需要去 真的去欺凌人 所以你们就大笑了 蛮人说的 而且像看我们小时候 看的那种美国 美国的 绝对 你看有的人 比方说有两三个 很坏的同学 去故意 脱一个小胖子的裤子 其他人在旁边 都笑的 不会说 哎呀你不好 这样欺负人很少的 十个里面最少 有八个是笑的 不笑的呢 就是有感情出来了 对啊 有感情就不笑了 好像是因为这个人的惨 他应该是不具备代表性 是比较意外的 好像我记得谁说过 叫一个人的悲剧 是全社会的笑料 但如果这一个人的悲剧 是有代表性 你每个人看到觉得 我也是那样 你就笑不出来了 对 它是一定偶然性的 意外的东西 这有的 就是西方有的哲学家 就研究这个笑的原因 我就记得 我看过一个哲学家 他说的挺有意思 他说 当你笑的时候 感情是不在的 感情一在 你就不笑 笑不出来 对 就是说你比如说 你看他摔倒了 你如果是感同身受 你同情了 对 你就不会笑 对 所以喜剧一定要很快的 一开始就要跟观众 建立一个默契 就是说从现在开始 我们进入一个不正常的状态 在这个状态底下 你看到一个人摔倒了 你是可以笑的 看到一个什么的 你不需要投入那种感情的 你需要把它当成 另一种东西来看 所以什么电影 什么电视剧 类型电影 你要跟观众建立关系 让别人把你当什么看 还有一种理论讲 叫什么 就是紧张的解除 紧张 就或者是 你比如说 好比说我跟你对话 我说 你看 那个 十年之后 我就在那个山顶 李嘉诚的别墅里 看着这个 油麻地的你 结果你接一句呢 可能说 对 你在李嘉诚的用人房里 看着我 这个 就是 前一句话 好像就是 是不是会 他十年之后要成为李嘉诚 他继续起某种紧张 但是 原来是当李嘉诚的用人房里 是吧 一解除 就笑 您觉得有没有这个规律 这个是个小规律 并不是大规律 大规律还是 还是攻击规范 攻击规范 攻击规范 比方说 政治 宗教 性 就是三个最典型的规范 那你像在咱们国家 比较传统的这个国家 所以这三个都不能够攻击的 对 都不能碰 美国现在也不能碰 政治正确起来之后 在我小的时候 很多就攻击自己 要么是攻击残疾人 以前特别多 现在也不可以 所以我现在有时候想起来 当年侯宝林 马三立 这为什么是大师 我觉得是太不容易了 就是说他 你比如那个时候 他们也不能把相声 从低俗里解救出来 那所有这些个 涉及低俗的 他不能要 但不能要 仍然能 比如关公占群穷 或者什么 他仍然能让人笑 他这个里边找到的 有些规律 我觉得有些时候笑 要不说他说 跟表演有关系 我很相信 其实同样 郭德纲的相声 不是郭德纲说 就不一定有这个效果 甚至有些表演当中 有些非常微妙的 节奏 节奏点 你比如说 哪怕是这个 捧跟的这个鱼签 嗡这么一声 他这嗡这一声 就像是这个 鼓点 打到那边鼓点 嗡对了 你就乐了 嗡慢一点就不乐 你解了我一个困惑 我一个朋友讲 那个脱口秀的 他一直跟我讲 他说 不是一个演员 讲了一句笑话 是一个好笑的演员 讲了一句话 我一直没有理解 后来你这么一说 我明白 其实是表演 喜剧演员 就是得到了一个牌照 就是观众会对你笑 并不是谁说一个笑话 我都会笑的 你拿出那个牌照来 你是沈腾 我笑了 但是你觉不觉得 还有另一种 就是人们所说的 这个幽默 因为今天呢 我也看到 有些文化人 经常爱发这种牢骚 说今天的这个观众 他们这个感受 幽默的能力 好像在理解能力 在下降 就我说这个 因为语言的幽默 很多是需要拐着弯 听我这个话 那就是问题在那了 拐着弯嘛 那个弯是不是同步拐 你这是Mass Communication 电影是 你同时有十万人 一百万人看的 那十万一百万人 是不是同时拐那个弯 如果不是同时拐那个弯 那就不笑了 所以说还是一个 跟大多数的一个关系问题 这是大众传播嘛 大众传播就是 同时到一个点 同时笑 互相共振 那就传愿疯狂笑 那我还想再问 像金哥 你现在这几年 你不拍喜剧了 那像这样的电影 你在拍的时候 在内地这么情况下拍的时候 你是不是觉得 跟以前拍香港 纯粹的香港电影 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是 立场不同就行了 实在都一样的 你表达一个故事 从一个什么方向 以前麦当雄最喜欢男道女枪 就是 麦当雄 对 他一定是按反派犯罪那些人的主观线 去写整个事情 警察都是真名的 都是坏人 警察反而是坏人 但是一个方法 可是没关系 我们从正的来写 我们从司法机关的立场 从他们的角度来写 一样好看 还是写一个同样的故事 可能对一些特别追求官能刺激的 会麦当雄那种 会 爽一点 爽一点 可是大部分的观众 还是会喜欢看正的这边去写的 等于一直有一两个 你所说的那种影片人 在那些 就是网上 老说 追龙比破豪差得远了 那当然我没有叶子妹 他就是少了个叶子妹 就没有那种色情 低俗 没有那种东西而已 所以当导演 我现在觉得真的是 过去我们不愿意相信 说电影是一盘生意 对吧 可是实际上你看 他跟一般的画家作家 可真不一样 不一样 他脑子里得多少算计 你少了艺术家的激情也不行 对吗 但是呢 包括政策 法律 文化 风俗 这个香港这个地方 和内地这个地方 不同观众 他得算多少 包括这个投资 你有没有像有些导演那样 你比如说 我想拍一个戏 超支我也要拍 我一定要拍到 我心中的那个结果 看我是会计算 超多少 能得到多少 在你心中 没有一个理想的电影 我觉得没有电影是理想的 没有说 我这一辈子电影生涯 我要有一部作品 哎呀 足为此生 到目前为止 我此生看过的 只有教父 是到现在都找不出 很多错处的一部电影 其他时间会令你失效 你当年 好的不得了 你现在你看 《佛仇泽联盟》 二十年后看 大家当笑片看 一定 二十年后的小孩拿出来 哈哈哈哈 就等于今天年纪 看我小时候 很喜欢星球 他家里带着这个头盔 就这样 肯定的 那你比如说 你有一个名声 当年你拍了很多 别人认为是烂片 我不知道烂片 该是什么定义 你觉得烂片 是什么叫烂片 嫉妒而已了 有什么烂片 你有本事拍那么多吗 既然烂 怎么可以拍那么多呢 当然不烂了 你自己觉得还可以 我觉得 不赔有钱赚 有什么问题呢 那么反过来说 最赚钱的电影 是不是好电影 百分之九十都是好电影 我以为你要说百分之九十 都不是呢 都是赚钱 因为赚钱的话 你是等于是说 你在观众当中 取得一个最大公约数 如果你的人数越多 那就是 所以好的定义是什么 好的定义是什么 是最多人喜欢 还是某一些 最高档的人认为好 什么叫好呢 但是问题是 会不会有这种情况 举个例子 像复仇者联盟 第四级结局 票房一定超过 当年的教父 对啊 但你 那你会不会觉得 他要比较富豪呢 不会 可是每一个年代 在当那个年代的效果 而不是你能放回去 一九六几年嘛 当然不行了 所以就是 就跟我说 你不能夸时代去算计嘛 去比较嘛 所以其实呢 理解这个问题 就像我刚才说的 这个搏击一样 没有规则 没法谈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规则好 就是最大多数的主流人群 用票 用脚投票 还是用票投脚 对吧 用票投脚 对吧 那么他们能够花这个钱和时间看 这种商业电影算好 那么赚钱的就是好电影 那现在就有一个左手 有一个问题 最大的电影是什么 可以 举手 对 对 看 可以 我觉得 既然的 就是 用这个 我们共争的是什么东西呢 我会觉得喜剧里面放一点 放一点人情味是最好的 可是我现在手上没有一个 我满意的喜剧演员 所以我不敢拍 你必须手上有一个 跟你想法一样的喜剧演员 你才能拍是最好的喜剧 当年有一段时间 我跟周星石的想法是一模一样的 在同一个轨道上面 所以当时我们合作的片 他们的喜剧演员 还有很多人做很好 后来大家有不同想法 就没有再合作 可是怎么说呢 如果一个喜剧导演 没有一个好的配合的喜剧演员 是很难达到一个特别高峰的 那你们当时想法有了什么不同呢 你的想法是什么 他的想法是什么 大家都想做做导演 他想做导演吗 那就你做吧 那就我派别人 无所谓的 所以您觉得就是 今天的大家心里面 期待的那个东西 是笑声以外 有点人情味 但这个人情是 是说到非常小的那种 家庭的情感 都可以啊 你看就是你今天 你再看回去 Chipling最好的几部戏 都是很有人情味的 对 对吧 是 你今天看还是好看 对 实在没有淘汰他 真的是 所以这个京哥 我发现他经常说 他觉得他是个商人 这是你说的吧 对 所以你选择拍一部戏 其实他真是反映了 我觉得香港人 很多香港人之所以 当年能成功啊 这个也是 那真的像当年 像华盛听说 真的就到电影院呢 到电影院去 去看每一个笑声 为什么笑 哎呀这样的去弄这个市场 他主要是在台湾 住了几个月 去研究台湾的市场 你觉得今天的市场怎么样呢 今天的市场太宽了 没有任何人可以做所有市场 因为你在北京的话 你不可能去五线城市 每天在西院里面 对 对不对 没错 今天中国县城市太大了 现在三四五线城市 是华语片的最大的市场 对 一二线城市 根本就不看华语片了 那你了解内地 三四五线城市的人吗 不够 不够了解 那你现在凭着什么感觉 去觉得这个好看呢 我觉得三四五线城市 有点像当年九十年代的台湾的南部的城市 就拿那个来比较 就相距不会很远 就有一阵子 比如说我们研究视频网就发现一些 我们一线城市社会 所谓社会精英阶层 很多根本没有人去关心的那种直播网站 就是五线城市青年大学来看的 根本就是现在的BAT 也是三四五线城市 对 从会员的 但是有的也挺好看的 你看怪不得这京哥老杭尊 至今还硬挺在这个电影 第一线上 这是个明白人 心里门敲 谢谢 好 谢谢 我们写东西的人也是这样 你们说很有名泥框 然后你说历史小说羔羊 以前麦当雄最喜欢南道鱼腔 这是另外苏元瓶店 我帮他写 那真的像当年向华盛 这个香港这个SAM的事 你可以解释解释 这世界很酷 火锐羽 不会有名泥框 火锐羽 اب确 你 感谢观看